中秋廉假第一天本土疫情再加零 只有六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是睽違七天以来再传出的好消息 另外看到的是陶琴女员工感染DELTA病毒 基因定序已经出炉 不过和国内的三大案例都不相同 可以排除是本土个案的延续 目前锁定中东西亚入境班机 进步来比对境外移入的病毒序列 预计在后天会出炉 中秋廉假第一天就传来好消息 相隔七天本土再加零 感染源还不明的陶琴员工确诊个案定序也出炉 排除本土群聚案的延续 针对陶琴女员工锁定航班往前追 从发病前十四天来算 八月二十九号到九月十二号 总共有四十一个中东西亚回台航班 比对发现有两名确诊的序列最贴近 要进一步来比对 国内疫情看似逐渐稳定 长榮航空先前三名机师连续染上Delta 总共隔离五百一十九人都完成期满裁检 指挥中心宣布结案 还有新北幼儿园群聚裁检三千四百多人都是阴性 揪出二十八名阳性还有一百人检验当中 疫苗落实到货接种再扩大第九轮开打BNT 包括十八到二十二岁还有六十五岁以上 以及高端九月二十七号开始 间隔满四周就可以打第二剂 如果未来每周BNT都如期到货 优望继续往下开 但最新的一百零八万剂莫德纳 主要给长者打第二剂 还有AZ疫苗也将造策施打 其他民众只能再等等 记者综合不到